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胡来 接球 什么 就你这速度也想拿球 我看你的练习时长连两年半都没有吧 你们只配看我笑 三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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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一个三分 他们 他们这分明是在玩我们 这样下去我们输定了 请求暂停 初一 他们太强了 我们根本赢不了啊 是啊 打了半天 连一个球都没进 初一 这样单方面拧压也太无聊了 不如你和我也下场较量一下如何 可是我不太会打篮球啊 男人怎么能这么轻易认怂呢 玩玩而已 傻貌 就是知道你不会才跟你比 好吧 既然韩先生有如此雅兴 那我奉陪 好 那不妨加点赌注 这场比赛输了的人 就得跪在地上管对方叫爸爸 怎么样 初一 你不能去啊 他们就是想故意羞辱你 是啊 唉 别急嘛 万一我赢了呢 初一 你要是输了 丢的可不是你自己的人 整个江城学院都要颜面扫地 别人不相信我 你还不相信吗 这家伙 难道又在搬住吃老虎 韩先生 千万别手下留情啊 放心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暂停结束 比赛开始 哼 真是外行的动作 可我怎么抢断你 什么 这家伙 速度好快 两分球 怎么回事 我完全看不进他的动作 这还是人吗 又一个两分球 可恶 这家伙速度太快 不能再让他进球了 给我厮守篮下 不 我明白了 一定要守住这一球 因为我只会靠速度突破 就全部归缩在内线防守 真是愚蠢 到此为止了 这家伙 竟然选择三分球 比赛结束 江城学院获胜 不 不可能 他竟然一个人倒赢了我们全队 赢了 我们赢了 楚衣 你太帅了 太厉害了 你们慢点 这家伙还真是深藏不漏 楚衣他比你想象的还要厉害得多 洛洛 我知道他之前救了你 在你看来他有些与众不同 可说到底他也只是个普通人而已 哼 修炼者的世界你根本不懂 这丫头说什么胡话呢 秦院长 这次我们说得心服口服 那个 没什么事我们就先走了 等等 韩先生还没捋晕 你今天就想走吗 书姐叫爸爸 这可是你提的要求 你们要是想赖账 今天恐怕走不出这场馆 可恶 他一定是故意的 爸爸 我错了 不错 你们可以走了 哈哈哈 知道我们的厉害了吧 注意 一会来我办公室一趟 找我什么事 还神神秘秘的 自然是不能被外人知晓的大事 啊 我知道了 是不是 要走后门 给我转正 不是 不是吧 大姐 这次和渝州学院的较量 我赢得这么漂亮 连奖励都不给吗 正经店 我找你来是有一件更重要的事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